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6-5232 1996-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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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润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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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迁佛寺 一开始我们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佛 但是我必须还是重复一次 合掌的意义是什么 这只手代表佛 这只手代表受苦的众生 地狱 鬼道 畜生 天 人 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 愿佛菩萨的功德慈悲 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 要合掌 那我们佛教徒念佛 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我要求阿弥陀佛帮助众生 我们是那个连接点 所以我们念佛很重要 我们念佛才可以把佛的力量 帮助受苦的众生 所以这只手代表菩提心 这只手代表大悲心 能够合掌代表无我的空性 因为我们祈求 虔诚祈求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受苦 这些母亲众生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住空性 虔诚祈求三宝 慈悲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大乘讲 念一下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就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你就不会有太多的自私 我直 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 你要这样意念 再给我念一次 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这也是归三宝的意义 归佛 要发菩提心 消除自私贪心 归法 要体正空性 消除我直 归身 要忍入慈悲 消除称慧心 所以当我们一合掌的时候 那我们要告诉自己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发心 来念阿弥陀佛 来念心经 来恭敬三宝 这个佛法是一种思想 由这个思想 变成这样的行为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如果我们这样合掌 那我们就具足了 合掌了十八种功德 利益 所以大家跟我念 然后念的时候 既然你要念 拿摩 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摩就是用我们的生命 去医子学习 叫拿摩 拿摩 所以我们一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所有的佛 所有的经典 所有法 所有的菩萨 都降临了 当你要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拿摩常住十方佛 不是光千佛 百千万亿佛 都现前了 请问各位 做儿子的喊妈妈 妈妈会不会硬 一定的 一定的佛菩萨 没有不理我们的 你念个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闻身就苦 但是话又讲回来 我们把所有佛菩萨 请到这边来干嘛 帮助你不要肚子痛吗 帮助你发财吗 太自私了 我们理解所有佛菩萨的目的 是因为 念一下 众生太苦 众生是什么 念是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都是父亲母亲 他们很苦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正在流血 开刀 很痛苦 所以 我们要祈求 佛法身 诸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他 这个叫 一心念佛 所以 我们念佛 佛念众生 所以我们一心念佛 就是什么心呢 念一下 大悲心 菩提心 空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不是我只念我没佛佛 其他都不要管 那就这样讲就太执着了 一心念佛是一个正确的法心 所以我想 不管我们今天 大家念什么经 念什么佛号 念什么咒 都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就是希望我们到极客世界一样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菩提心 念空心 念大悲心 我想佛教的思想教育 是为了这个 所以来 大家跟我合掌 请跟我念 真心的哦 看到佛菩萨 意念众生苦 让我们成为那个连接点 所以我们念佛 诵经持咒 大慈大悲 来 那么常住是方佛 那么常住是方法 那么常住是方身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悦地藏王菩萨 愿佛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法菩提心 愿秀大悲心 愿体正空性 愿成佛道 愿成佛道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我为父母祖先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有情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好 请放胀 那我想 各位就要念习 经常 如此 不管你念新经 你要这样 如此念新经 比如说你念般若新经 那 所有的佛 特别这边是千佛 每一尊佛嘴巴都在念新经 因为你在念新经 你在念新经 那诸佛菩萨一定随喜你 也在念新经 那么这么多佛念新经 要干嘛呢 那我们要帮助地狱道 恶鬼道 包括一只蚂蚁 都消除他们的痛苦 所以他们都在念新经 千百万亿佛念新经的力量 加持千百亿受苦众生 然后呢 他们就消除他们的夜宝 个个都变成 奥弥陀佛的形象 念佛的人 只要坐在莲花 这代表清净心 有信心 然后呢 莲花上面的你 外表就跟奥弥陀佛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各位你要观想 今天你在念奥弥陀佛 你要观想 十方诸佛菩萨 都变成奥弥陀佛 我想千佛是 千就代表无量无边 十方诸佛菩萨 都变成奥弥陀佛 因为你在念奥弥陀佛 然后十方诸佛菩萨 加持所有六道众生 都让他们身口意 业障 清净 变成奥弥陀佛的形象 所以个个就坐在莲花 跟奥弥陀佛 平等的形象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奥弥陀佛 你念地藏王菩萨 也要这样想 十方诸佛菩萨 都变地藏王菩萨 所有父母众生 都变成地藏王菩萨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对我来说 各位就是奥弥陀佛 各位就是墙上的千佛 要这样去看待对方 这个佛教里面叫清净观 清净就没有分别 什么叫佛 念一下 平等名为佛 这一句话最重要 空性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平等名为佛 我们为什么会烦恼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我要有钱 我不要穷 那我们有分别 所以很痛苦 那事实上这些 这些分别的东西是假的 本体才是真正的 本体是空性 所以我最近常讲一句话 念一下 来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成为一体 学佛的基本就是 不是要凸显自己 让自己融入奥弥陀佛 对不对 让自己融入于观世音菩萨 让自己融入于奥弥陀经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成为一体 我们跟佛菩萨合为一体 我们跟众生合为一体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 进来佛堂 规定了很多动作 这都不是你习惯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就是要磨练我嘛 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个都理光头 不能说 你理光头 我要跟你不一样 这样 我要中间 这样 我要烫成粉红色的 那你这个人就是 这个人没修行 因为你不是在 你还有这种外表的执着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不管谁 头也一样 衣服也一样 那就是让你觉得 一样一样 大家无分别 你是董事长 你是